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看了成龙的电影后 他才下定决心当动作演员 1986年 大导游嘉丽离开家乡 只身赴港发展 同年有幸参演了红金宝指导的电影《富贵列车》 出色的表现让他大获好评 之后 他又陆陆续续拍摄了大量的动作片 成为了八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女打星之一 知名度一点不输同期的李赛凤 杨丽禁等人 可惜 因为一次受伤 他被迫放弃演艺事业 如今 他已回到了家乡 从事武术教练的工作 事业不算太顺利的大导游嘉丽 感情路也波折重重 在港发展期间 他曾与同为演员的郑浩南擦出爱的火花 之后 两人正式登记结婚 成为一对真正的夫妻 然而 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大导游嘉丽和郑浩南便因具少离多而离婚收场 如今 大导游嘉丽已经五十八岁了 面容松弛了不少 但因为长期习武 身体依然精干 只是 跟年轻时英姿飒爽的他比起来 现在的他 看起来没有那么光芒四射 像邻居大姐一样 很是和蔼可亲 二 西邪美质子 西邪美质子的成名之路很奇葩 也很好运 他从小是练健美的 凭借一身健子肉 曾连续三次获得日本健美和举重冠军 年纪轻轻就开了两家健身馆 可谓衣食无忧 但是他并不满足 还想更出名 于是拍了两部风月电影 本以为能大火 没想到反响平平 就当他绝望的时候 却意外得到了新的机会 1986年 洪金宝筹拍《五福星》系列第二部《福星高照》 《五福星》的人选已经固定 就只能在女演员身上做差异化 制造笑点 经过多方考虑 最终选择了天使脸蛋 男人身材的西邪美质子参演 这部电影之后 西邪美质子受到了不少夜内人的关注 尤其是导演王晶 王晶最擅长的就是通过改编经典段子 形成新的创意 以此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所以在《赌神》中 王晶特意引入了《福星高照》中 西邪美质子摇头的片段 为了制造新意 他还采用了全新的造型 在脖子上画满门绳 短短几个镜头 就让观众有了似曾相识 又别具一格的感受 西邪美质子由此一套而红 被人称为头后 然而从上面就可以看出 西邪美质的成名之路其实具有很强的偶然性 所以他的红火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再加上语言不通 戏路也越走越窄 逐渐消失不见 1996年 西邪美质子索性退出香港影坛 远嫁美国 后来也参演过几部美国大片 但都是不知名的小角色 如今 63岁的西邪美质子依然保养得很好 在他的影响下 儿子也是一身健子肉 还成了一名健身教练 三藤原济湘 与上面两位女星不同 藤原济湘在参演港片之前 就已经是日本超级偶像巨星 连蜡笔小心都崇拜不已 藤原济湘在日本有多火 他曾经代言过一款不知名的手机 硬是靠他的人气 这款手机活了近十年 后来还被大老孙正义收购 他曾经偶然说了句 水里加清酒泡澡很舒服 结果第二天清酒就卖断货了 藤原济湘为啥这么有名 首先是颜值够高 和曾经的大陆第一美女陈红不相上下 最关键的是身材特别好 有人形容他是肥而不腻 魅骨天成 拥有与生俱来的欲解气质 2000年初 藤原济湘参演《麻辣教师》 彻底红遍东南亚 同年6月 他与郭富城合作 参演了港片《雷霆战警》 因为片中展现的性感身材 让无数人至今难忘 这部电影之后 藤原济湘就和郭富城传出了绯闻 郭天王更是放话 要把自己当礼物送给济湘 当时媒体宣称 两人随时都可能闪婚 不过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几年之后 藤原济湘突然嫁给了小三岁的谐星镇内志 赤子五亿日元举办婚礼 电视直播三小时 轰动整个日本 不过不到两年 夫妻双双被爆出轨 最终已离婚收场 离婚之后 济湘依然大受欢迎 还被评为最具女人为女星 2016年 45岁的藤原济湘再次风光大嫁 嫁给了歌舞纪演员片刚爱之主 据说为了照顾豪门老公 每天从五点就要起床 一直到凌晨一点才能休息 不得不说 当个日本太太 真是不容易 尽管她如今年近半百 颜值状态依旧保养得十分不错 不愧是当年尼岛万千粉丝的女神 四中山人 如果说藤原济湘是性感的代表 那么中山人就是另一个极端 堪称清纯的代名词 与济湘一样 中山人也只出演过一部港片 同样成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中山人是日本女星中山美岁的妹妹 15岁在机场送姐姐时 被同行的电视台领导看中 由此进入娱乐圈 21岁时 偶然参演了李延洁的《金武英雄》 因为超高的颜值 讨喜的人设 加上遗憾的结局 让人印象尤其深刻 不过在这部电影之后 中山人却没有留在中国发展 而是回到了日本 并且终生内嫁 有人说 中山人因细生情 爱上了李延洁 李延洁迷恋立志 婉拒了他的爱意 他只好忍痛回到日本 因为始终忘不了李延洁 所以一直没有嫁人 还在苦苦等待 但是中山人的离去 其实就是电影票房不价 虽然《金武英雄》 现在超经典 但当时因为某些原因 只上映了15天 票房1500万不到 仅仅位列第17位 虽然观众喜欢中山人 但当时媒体不发达 声音很难传出去 只能通过票房来探断 这样的成绩 让他在香港 很难有力追之地 况且他当时已经接到了 加美拉 《大怪兽空中决战》的邀约 这部电影在日本的经典程度 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金武英雄》 中山人因为在其中的精彩表现 还获得了日本电影界的最高奖项 蓝丝带奖 所以从自身发展来说 回到日本是最合适的选择 后来碰巧中山人多年没嫁 就传承了我在东京等你的说法 如今女神已经48岁了 依然端庄漂亮 无神乃马美 杨思敏 说到神乃马美这个名字 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不过说到这句台词 大郎该喝药了 应该就无人不知了 潘金莲的扮演者很多 但其中最妩媚动人的 当属神乃马美 她成名很快 但人生却很艰辛 1976年 神乃马美出生于日本千叶县 长大之后 因为相貌甜美 身材火辣 最开始在百货商店 做专柜小姐 工作看似轻松 其实非常辛苦 后来有人告诉她 既然身材这么好 完全可以靠拍写真赚钱 何必这么辛苦 神乃马美虽然心动 但一想到身边的亲朋好友 始终难以下定决心 后来又有人劝她 既然在家乡抹不开脸 不妨去台湾试试 神乃马美于是来到台湾 改名为杨思敏 拍摄了一本写真集 一经推出 就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恰好有导演筹拍 心惊停眉 觉得杨思敏的形象气质 都无比吻合 于是便邀请她饰演贪金莲 这部电影由丹丽文主演 剧情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部戏 19岁的杨思敏一夜爆红 被誉为亚洲第一美胸 第二年 她又趁热打铁 与徐若萱合作了魔鬼天使 再次引起轰动 此后又出演了几部电影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也许是事业太顺畅 老天开始给她不断加磨难 先是父亲因车祸去世 接着母亲又患上了咽喉癌 母亲还未治愈 她自己又被查出乳腺癌 后来不得不做手术切除 也许是没有了傲人的资本 又或者是心情不好 反正之后的发展都很不顺利 后来逐渐退出了娱乐圈 2009年突然有了杨思敏的消息 原来她早就已经改行 和男朋友在东莞开了加拉面馆 如今女神一人艳丽 不过当年的粉丝估计老了不少 又长盘贵子 长盘贵子应该是这几位女星中 在中国知名度最低的一位 不过却是最幸福的一位 因为她接连合作了两个中国超级巨星 长盘贵子出生于1972年 19岁参加工作 最开始只是街头表演的主持人 后来偶然被提拔当演员 没想到意外爆红 接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获得六次大奖 拍摄的电视剧更是屡创收拾记录 被誉为日剧女王 1999年 已经厌倦了拍电视剧的她 提出想拍电影 老板问她想跟谁合作 长盘贵子回答说张国荣 于是就有了这部星月童话 这是她的第一部电影 虽然剧本质量不佳 不过张国荣和长盘贵子的颜值和气质 却给电影加分不少 第二年 长盘贵子又与刘德华合作 参演了阿虎 饰演孤儿任院长 这是华仔的第一百部电影 非常感人 长盘贵子的表演 也为该天增色了不少 不过这两部电影之后 长盘贵子没有再出演港片 再次回到了日剧领域 如今 49岁的长盘贵子严重发福 早已没了当年的经验 不过在日本人气依然极高 深受影迷爱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